百亿纯电动项目相继落地 德系豪华品牌在华激进转型 进入7月 在中国中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 风生水起的新造车企业们 纷纷亮出了上半年的成绩单 小鹏6.9万辆 理想6万辆 未来5万辆 相比之下 曾经在传统燃油车市场 领跑多年的豪华品牌黯然失色 新车交抢显上显数据显示 今年前5个月 华晨宝马新能源汽车上 显量17756辆 同比增长14.32% 宝马进口新能源汽车上 显量471辆 同比下滑38.67% 北京奔驰新能源汽车上 显量12831辆 同比增长381.1% 奔驰进口新能源汽车上 显量2533辆 同比增长137.17% 一汽大众 奥迪新能源汽车上 显量2139辆 同比下滑59.61% 奥迪进口新能源汽车上 显量221辆 同比下滑72.41% 此外 上汽奥迪旗下 纯电动车型奥迪Q5 E-Tron自今年上市以来 销量甚至不足百量 差距之下 宝马 奔驰 奥迪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激进转型 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 三家豪华品牌 几乎在同一时刻 宣布其在华纯电动工厂的 投产货落地 6月13日 奔驰全新电动车EQE的 正式揭开了 对标奔驰新得分根56号工厂的 北京奔驰顺义工厂的 神秘面纱 6月23日 宝马在华最大的单一投资项目里 达工厂落成 BMW首款纯电动中型运动轿车 BMWi3已在该工厂投产 6月28日 奥迪在华首个专门生产 纯电动车型的生产基地 奥迪一汽全新PPE工厂 在长春正式开工 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奥迪A6 E-Tron将于2024年正式投产 150亿元 119亿元 181亿元 26亿欧元 分别是宝马 奔驰 奥迪对其在华纯电动汽车 生产基地的投资金额 巨额投资背后 不仅仅是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所具有的战略意义 更是BBA三巨头在电动化 与智能化交锋的未来 对汽车生产的重新定义 重压之下 激进转型 今年年内 宝马集团在全球量产 即是生产纯电动车型 将达15款 覆盖约90%的细分市场 除了以上市的BMW X BMW i4 全新BMW i3 BMW X3等车型外 还包含BMW 5系 BMW 7系和BMW XE等系列的纯电车型 其中 在沈阳生产的BMW X3将销往全球其他市场 我们将继续加强对电动车领域的投入 6月28日 宝马集团董事 负责财务和中国事务的彼得 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领先全球 这也是宝马非常重视中国新能源市场的原因 而随着里达工厂的开工投产 2022年向中国汽车市场投放5款纯电动车 并计划到2025年将纯电动车销量占比提升至1 4 奔驰方面 自2021年7月将电动维先战略升级为全面电动战略后 宣布自2025年起 所有新发布的车型架构将均基于纯电平台打造 2030年 在条件允许的市场 奔驰将做好全面电动化的充分准备 在中国汽车市场上 除了EQA纯电SUV EQB纯电SUV EQC纯电SUV三款已经上市的车型之外 在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下线的EQE是奔驰最新一代主力电动车 基于奔驰新一代纯电平台EVA20打造 将在今年下半年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 定位中大型纯电轿车的EQE以其是首款诞生在全新一代电动车平台上的国产奔驰纯电动车 作为战略车型 EQE不仅在整个生产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 也是北京奔驰在纯电动汽车市场建立用户认知的重要途径 不过相较于奔驰 宝马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率先布局 步伐稍慢的奥迪转型更加激进 全新的奥迪纯电动车型生产基地将于2024年底投产 这也正是电动汽车市场开始真正上量的时候 6月28日 在奥迪一汽全新PPE工厂开工一事后 奥迪中国总裁温泽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市场上 许多新能源造车势力正在不断崛起 而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 也恰好体现了奥迪推动电动化转型的决心 我们一直在努力把握市场机遇 更好的应对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2021年 奥迪就发布了 2030战略至2025年 奥迪计划在电气化含混动领域投资180亿欧元 并推出超20款纯电动车型 2026年起 面向全球市场的新车将全部为纯电动车型 至2033年 奥迪逐步停产内燃机实现完全电动化 在这一战略目标之下 到2030年 中国高端汽车市场中的新能源汽车占比将超过燃油车 作为奥迪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中国市场具有独特的战略意义 将对推进四环品牌的电气化转型发挥关键作用 奥迪一气新能源汽车项目 是奥迪中国全新企业战略 奥迪中国进取2030战略的重要基石 和奥迪电气化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温泽越指出 作为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的一部分 到2024年 我们和合作伙伴将在中国电动出行领域投资150亿欧元 到2025年 奥迪计划将在中国提供五款本土生产的纯电动车型 在全球将提供约30款新能源汽车 其中包括超过20款纯电动车型 这座先进的全新PPE工厂是奥迪在中国第一个专门生产豪华纯电动车型的生产基地 将为未来奥迪在华电动车型阵容的不断拓展 做出重要的贡献 而随着在长春的新投资落地 奥迪希望通过建设新生产基地 强化本地产业链 吸引新人才等举措 不断加强本土化力度 重回中国高端汽车市场第一的位置 重新定义未来生产 经历了燃油车市场发展的黄金十年 在中国汽车市场一起绝尘的豪华三巨头 正面临着新能源市场中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这种挑战不仅仅来自本土新能源汽车品牌 对豪华市场的争夺和蚕食 更在于即将到来的智能化时代 保守的德国车企 与激进的新造车企业之间 看不见的数字鸿沟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的上半场竞争是电动化 那么下半场的竞争则是智能化 在上半场争夺赛中 错失先机的三大豪华巨头 正以投资超百亿的全新工厂 吹响下半场智能化竞争的号角 三座全新工厂的开工投产 带来的不仅仅是数字化 智能化 柔性 低碳的生产制造模式 更是全球汽车产业走向碳中和大背景下 三大豪华品牌 对未来汽车生产流程和工艺的重塑 其中 北京奔驰顺义工厂在2018年立项 前身是北汽集团旗下 曾经的中高端品牌申保的制造基地 2020年完成战略重组和改造后投产 作为对标奔驰EQS生产基地 新德分根56号工厂的全新工厂 北京奔驰顺义工厂以数字化 柔性化 高效 可持续为基础 引入了奔驰的MO360数字化生产体系 智能生产 智能物流 智能质量 智能维修等生产流程无缝衔接 生产系统与机器人 车辆有机集成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汽车生产制造 数字化生态系统 同时 通过智能技术和柔性工艺的运用 顺义工厂目前具有燃油车 和新能源汽车跨级别 跨车型生产的能力 作为首都的高精尖生产企业代表 北京奔驰基于绿色 低碳 可持续理念 积极打造绿色工厂 并在2021年正式成立了碳中和委员会 通过降低碳排放总量 提高自制绿色能源占比 外购绿色电力 以及参与碳补偿项目 抵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宝马则为里达工厂引入了BMWi Factory生产战略 以精英 绿色 数字化为核心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 宝马也率先将工业元宇宙的概念 引入到新工厂的建设之中 从建设之初 就完全在虚拟环境进行规划和模拟 而占地约150公顷 建成后面积将超越奥迪内卡苏姆工厂的奥迪 一气全新PP工厂 更是奥迪全球生产网络环境项目 零排放计划Mission Zero的生产基地 此外 所有管理 物流和生产流程 都将通过同一信息技术架构 实现全面联网 与此同时 奥迪也将首次在其欧洲以外的生产基地 使用全面集成的智慧物流解决方案 基于SAPS-CHANA的数字化系统更易用 且可以更好地获得实时数据分析 快速应对上下游需求变化 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不仅如此 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品的快速迭代 奥迪相应的缩短开发周期 从原来的4到5年减少至3年 并在软件开发领域做更大的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PPE平台结合本土开发的优势 打造具有强竞争力的高端电动化产品 充分满足中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 这也是奥迪制定全新企业战略 奥迪中国进取2030战略的初衷 温泽越表示 而在智能化领域 除了不断地加强与Coread中国的协同合作 共同推进智能网联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提高研发速度和效率 奥迪还将为中国用户量身打造车载信息娱乐系统和数字化软件 放权中国管理层 如果说三座投资超百亿的电动化工厂 是豪华三巨头在技术和资本实力层面对新造车企业的碾压 那么 对管理层的放权更彰显了中国市场地位的重要性 就在奥迪17PE工厂开工前的6月17日 大众汽车集团宣布 在中国市场对管理架构 进行根本性调整 自2022年8月1日起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 将会成为集团在华跨品牌中枢决策组织 贝瑞德·Ralph·Brandster将负责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的业务 基于新的架构 大众集团将赋予中国区更大的自主权 整合运用各品牌的技术资源和能力 新架构下 集团将基于旨在集中区域研发资源的One RANDD项目 进一步优化并提升协同效应 从而加强中国团队的研发能力 提高研发效率 作为跨品牌战略和运营决策的基础 董事会同时对决策的实施进行管理 作为奥迪中国总裁 将直接向奥迪汽车股份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 兼奥迪集团中国业务负责人杜斯曼汇报 关于奥迪品牌在中国市场的具体业务表现 而作为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成员 我也会向大众汽车集团汇报 奥迪品牌在中国高端汽车细分市场上取得的成就 温泽越表示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的全新管理架构 也将大大提高大众与奥迪中国和集团内 其他品牌的紧密合作 形成更强大的协同效应 据了解 此次引入中国的PPE平台 正是由奥迪与保时捷联合开发 在大众放权中国管理 和深度洞察融入集团的战略业务决策中 奔驰新设首席战略官一职 而奔驰历史上首位首席战略官 由前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 同时也是中国籍人士高旭出任 任命已于7月1日生效 资料显示 高旭此前为麦肯锡常驻中国香港分公司的 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拥有数十年汽车行业领域的丰富工作经历 为中国及全球行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凭借其身后的国际化背景 高旭将全方位执掌梅塞德斯奔驰集团战略 并直接向集团董事会主席康林松欧了 KLLNIUS汇报 拥有近30年的汽车行业经验 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增长市场 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让高旭成为我们的不二人选 以进一步加强梅塞德斯奔驰品牌 我们管理层和整个集团的国际布局 康林松表示 作为业务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也是向全面电动转型的重要创新基地 奔驰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尽管传统豪华三巨头正在加速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的脚步 但进入下半年 高端新能源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尤其是中国本土品牌 将在下半年集中开启上工下探 其中 对标BBA行政轿车的未来纯电轿车ET7 已开启交付 中大型五座SUV ES7和中型智能电动轿跑ET5 分别将于8月下旬和9月开始交付 小鹏汽车的旗舰车型小鹏G9已登陆工信部公告目录 将在8月启动预定 并于9月正式上市 理想汽车第二款量产车理想L9将在8月底前启动用户交付 在自主高端新能源领域 由长安 宁德时代和华为共同打造的阿维塔 也将在8月迎来首款车型阿维塔11的正式交付 吉胡联手华为打造的阿尔法S全新嗨版交付进度表 也已出炉 将在9月开启大规模交付 不过 面对竞争 无论是宝马还是奥迪 都对未来在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信心 我们欢迎竞争 竞争可以促进发展 我们有信心能在激烈竞争中保持领先 包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彼得表示 面对竞争 宝马将加大纯电动产品的投放 并加快在新能源 基础设施 充电网络等其他相关技术和领域的投资 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 奥迪正在积极变革 但我们的体量非常大 转型周期也相对较长 就如一只大型邮轮 想要快速转弯不容易 但一旦完成 行驶更稳定 加速度也会更大 相比短期成功 我们更看重的是长期稳定的高质量增长 温泽月最后表示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